9月25日,星期三 整個大市暫時來說 有少少的整固和反覆 事實上,恆生指數 在昨日的日中和今日的日中 都曾經一度跌穿 或者足及十天的平均移動線 但幸好,到最後都行步不失 屬於一個假跌破 無論如何 整個續沉頂的形態 似乎有少少改變了 即是今個月由21,948 到23,554點 1,606點的波幅 可能已經是 暫時來說是這麼多 至於後市,會否再進一步 上市2,3,554,真的要看 資金入市的態度而定 明天,星期四,是今個月 旗子轉倉高工日,星期五 是旗子結算日,好倉大戶 似乎仍然有把關不放 即是不會放生淡 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咬住高台 問題是,會否再 在旗子結算日 再夾多一層 再看整個升浪 由6月25日的19,426點 到9月19日的 23,554點 市已經升了4,128點 這個升幅其實已經不小 在一個技術上來說 稍為整固或消化 似乎是避免不到 不過,暫時來說 似乎9月份的勢頭 都仍然咬住 去到10月份 到底有什麼因素 有什麼消息 事情 而令到市市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調整 暫時來說很難預測 會不會是美國又再唱一些 退市相關的言論 或者其他因素呢 現在這分鐘 大家都是顧一下 所以,暫時來說 其實勢頭都是比較穩定 不過這樣 由於高台成交今天還是比較少 沒有太多動力 所以市是欠缺了一股 上衝的磁液感 任何的高追行動 我自己看就不要太大手了 一定要有兩手準備 何謂兩手呢 第一個市 萬一真是板板聲地上去的話 不要緊 你反正都沒有入市的話 就看勢來做 反過來 如果市稍為反覆 甚至有明顯的調整時間 你只是入市買了少許 剩下的資金 就慢慢在下面再收集 那麼 後一個階段的市都還是好的 這個好老實說 還有呢 整年的市 暫時來說 是由2月4日的23944 跌到19426 今年的市是跌了4518點 是一個先高後低的形態 但是 在10月 11月或者12月 如果恒指能夠上破23944 將會扭轉2013年的市況 成為一個先低而後高的格局 連同去年一樣是先低後高 就連升兩年了 這個市 這個對後市 是絕對是 有利於進一步挑戰 2010年11月8日的高位 24,988點 這個也是牛市二期的浪頂 估無論如何都好 似乎來說 根據我去這麼多分行開講座 看到一個情況 省湖大部分在這個聲浪當中 是沒有什麼入市的 可能成交金額不太配合 大家對前景都看得比較保守 整天都怕著今天買明天會 所以令到大部分人都仍然觀望 正是因為這樣 變得市就算有反覆 似乎來說 跌勢都不是太明顯 無論如何 市暫時來說 都是整顧代變 期指結算日或者轉倉日 仍然咬著高台而不下 好了 我今天要入大圍 明天早上跟令兄